欢迎收看小高 巴黎奥运会上 全红蝉未免了女子单人十米台的金牌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容易 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全红蝉揭开了未免路上最大的难关 相比东京奥运会 全红蝉年龄长了三岁 她也遭遇了自己不得不面临的发育观 谈及这段经历 全红蝉表示 之前很轻松 就很飘的那种感觉 但现在站在台上 就感觉已经要碰到水了 拿之前的动作去对比 现在是完成动作之后 就离水特别近 长高了 体重也长了 就会翻腾也会吓得特别快 全红蝉还具体描述了 经历发育观后做动作的变化 就落地很快 手还没伸上来 就觉得已经到水了 据悉 过去三年 全红蝉身高长了7厘米 体重也长了7公斤 谈及这段经历 全红蝉表示 我没经历的时候 还不太理解 但现在经历了 就非常理解 就很痛苦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全红蝉的身高增长了7厘米 体重增加了6公斤 这些变化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意味着需要重新适应和调整技术动作 全红蝉坦言 进入发育期后 她不得不加大训练强度 严格控制饮食 以维持最佳竞技状态 每天七八个小时的训练 让她有时累得不想起床 但她都默默承受 因为她知道 这个时候的任何松懈 都可能影响到她的梦想 发育期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变化 还有心理上的挑战 全红蝉曾表示 之前站在跳台上 感觉很轻松 但现在却感觉已经要碰到水了 长高了 体重也增加了 导致翻腾和下落的速度变快 动作完成度下降 她具体描述了 经历发育观后做动作的变化 就落地很快 手还没伸上来 就觉得已经到水了 这种变化让她感到非常痛苦 但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通过更加刻苦的训练来克服 在教练陈若霖的指导下 全红蝉进行了更加严格的体能训练和技术调整 她戒掉了最喜欢的零食 严格控制体重 以适应新的身体条件 同时 她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技术动作 以适应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全红蝉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坚韧与成熟 她深知 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克服发育期带来的挑战 继续在跳水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全红蝉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尤其是这个项目上 中国人才辈出 全红蝉自嘲自己感觉都老了 想要继续统治这个项目 全红蝉依然需要刻苦的训练 好喜伤 我们下语言 就一定有点误言